记者张轩哲,黄中山台中报道,为照顾全市果农,积极开拓外销市场,市府农业局公告台中市拓展柑橘类国外市场输销计划,即日至6月30日指,全国贸易商,农会,农民团体及合作社,厂,向在台中市种植茂骨干的农民收购茂骨干外销,并依这项计划规定程序申请者,依实际外销出口量, 可获补助每公斤5元 东市区茂骨干今年盛产,为协助农民销售,农业局说,今年2月4日市府赴加拿大温哥华行销碰干,短短几日内5顿碰干销售一空,后续加拿大买主更亲自来台中挑选其他农特产品,对台中市的农特产品赞誉有加 县镇值茂骨干产期且品质油粮市府提出台中市拓展柑橘类国外市场输销计划,盼让更多从事出口贸易单位注意台中市的油粮当即水果可供外销,协助产业发展,增加农民收益,建立国外对台湾水果品质油粮的的口碑 农业局指出台中市市柑橘重要产区柑橘类种植面积2592公顷,以碰干茂骨干统干为大宗,其中茂骨干种植面积432 35公顷,年产量6262公顿,为积极行销茂骨干,市府加强煤和外销厂商,订定拓销外销补助方案,协助企业集团体购买,并在国道泰安服务区南北站街有贩卖贩售,让南来北往国道的民众都能便利购得也协调。 学生午餐厂商选购在地优质的茂骨干